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道合约 延长20年 简单来讲说就是用20年换18%省下来的过路费 你认为值得吗? 降低18%的过路费是减轻人民的负担 兑现希盟的竞选承诺 而延长20年的大道合约是减少政府的负担 这些都是首相马哈迪昨天宣布 这个20换18%相信难以令全民都感到皆大欢喜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昨天的主编点新闻有提到这一点 预知更多呢 就到YouTube找回1月16日的主编点新闻来看 话说回来 昨天下午在点评南北大道公司新闻的时候 无法掌握太多的信息 因为那个时候马哈迪才刚刚宣布 那么媒体的报道是相对的有限 今天早上花了一点时间阅读了一些报道之后 整理出一些你应该关注的重点 第一大道合约原本是在2038年 就是18年之后到期 如今延长20年就到了2058年增加了38年 那么38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如果以2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38年就是两代人的时间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们都要缴付南北大道的过路费 虽然它已经降低了18% 那么第三就是降低18%和延长20年 对Blast Malaysia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该公司的两大股东都是跟大马政府有关的 就是国库控股Kazana National持股51% 以及公积金局EPF持股49% Blast Malaysia是每一年都赚钱的公司 由于是国有企业按照一般的理解 所有的盈利都归国家所有 政府继续持有Blast Highway符合政府的利益 第四随着降低过路费 Blast Malaysia也要重组该公司的债券了 以符合新的局势以及新的资产估值 Blast Malaysia它曾经在8年前就是2012年 重组它的债券 发出了233亿令吉的伊斯兰债券就是Sukut 以及政府担保的110亿令吉的伊斯兰债券 当初发行债券的目的是要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因为政府要赔钱给大道公司 那么预料这一次新的2018的这个数字 就是延长20年降低18% 政府将跟Blast Malaysia继续签署新的附加协议 专门来处理这一个2018的这个事情 第五重组债券的模式值得我们关注 因为Blast Malaysia使用的这一个方程 是要用来化解降低过路费的这个压力 那么它的这一套模式很可能将成为其他大道公司 降低他们过路费的参考版本 因为其他大道公司的现金流也会随着降低过路费 而受到影响 预料他们将重组本身的大道特许合约 以及他们的债券了 第六国有化大道是正确的决定吗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它符合政府掌控这些关键的策略性产业的原则 以及降低过路费的目标 这也是政府收到了五家私人公司 要买Blast Malaysia的竞标书之后 政府没有把它给卖掉的一个原因 因为政府要把这些策略资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政府要有更大的这个空间跟自由度 来决定关于大道收费的课题了 所以国有化呢 让它有更大的自由度跟空间 所以讲了这么多 今天的关键词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词 而是一组号码 就是2018 不是2018年喔 如果换成词汇的话呢 就是以20年来换18% STAR的封面头条是 plus 20 years minus 18% 增加20年减少18% 该报使用的这个plus呢 是很传声的 是一语双关 它是名词 同时也是动词 plus 是南北大道公司的简称 plus 呢 也可以是增加的意思 New 6 Time 它的头条是 striking a balance 取得平衡 然后封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呢就是南北大道不脱收 第二呢就是过路费降低18% 第三 未来38年不涨价 Berita Harian 同样也是这一则新闻 它说 不卖南北大道 过路费降18% Sina Harian 的头条呢 则很特别 是他们自家老板 就是Karangkraft集团的创办人 Hussam Moudin 发起的一个运动 它叫做Uninstall Gbencian Reboot Malaysia Harmony 那么Uninstall 和 Reboot 呢 就是卸载和重启的意思 就是要呼吁人民抛弃仇恨 重新启动大马的和谐 接着它就是Hashtag Malaysia Harmony 它头条的标题呢 是Grakhan Rakyat Demi Anak Bangsa 为了大马指名的人民运动 号召民众 拥抱和谐 拒绝 憎恨 以爱来包容 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 跟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 那么该报呢 以四版的报导篇幅 来报导Hussam Moudin 对近期赤热 课题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早一次啊 学校挂灯笼啊 还有庆祝印语丰收节 也奉告各种课题的看法 其实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Sina Harian同样的 也是以四版的篇幅 来报导这项运动 当时的标题呢 不要以憎恨来摧毁这个国家 Kusham Moudin 其实它非常用心用力 也出钱出力 希望马来西亚变得更和谐 而这股热忱呢 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 所以我支持这项 Reboot Malaysia Harmony 的运动 好 我们关注财经日报 Financial Daily 它今天的头条呢 没有给plus 这我有点惊讶 它反正把头条封面给了房地产 可能他们关心房地产 滞销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进入2020年之后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要花多长的时间来解决 那么它的标题就说 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 他们是引述一家 国际房产咨询顾问公司 就是CBREWTW的 这个产业报告 因为这家公司呢 在他们提成的 2020房地产市场展乱报告当中呢 就提出了一些观点 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目前市面上出现过多的这些 服务市公寓就是Service Apartments 小型住家办公室 以前叫做SOHO 那么现在也叫做SOHO 也有一些发展商把它称为SOFO 不管是SOHO SOHO还是SOFO 那么这一些东西呢 自销呢 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呢 就是降低他们的这个价格 而且降低房屋价格呢 是解决房产自销的唯一方式 根据他们的这项报道 他们认为降低房产呢 是唯一解决房产自销的方式 让市场来决定价格 让市场来决定这个供和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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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rin 订阅 饼